你知道那位艺术中心吗 他就在轻轨龙猫隧道的旁边 建筑的外观是纯白色不规则状 从里面或者从外面看都会觉得很特别 因为他不像一般博物馆的方方正正 而是很有个性的像堆叠的山丘一般错落着 原来是建筑师刘培森 以柴山三轮叠起的概念做整体设计 呼应周边的绿地 梦幻的白与绿 听管员说 从开馆以来 每天平均有十组新的来拍婚纱 我来的这一天就遇到了一对 2022年11月开放参观以来 已经成为高雄的新地标语景点 它的室内面积约833平 算是小型的艺文中心 里面有展览 电影院 文创选物 咖啡 青石餐厅 是由高雄美术馆 历史博物馆 电影馆 三馆一起投入营运 馆内的空间明亮而通透 点缀着少少的艺术品 逛起来很舒服 它也不像一般美术馆的安静 在这里会有一种很自在的感觉 我遇到的每一个馆员都很亲切 邀请了其中一位小馆家 来帮大家解说导览 那么我们开始了哦 嗨 大家好 我是内围小馆家 那欢迎大家来到内围艺术中心 这里呢就是我们电影院的地方 这边是Rail 2 然后我的左手边是Rail 1 那他们两个什么不一样呢 Rail 1呢是大影厅 然后这里面呢就是有播经典电影 然后我们的院线片 甚至于我们大师主题都在这里哦 那右手边的这一个Rail 2呢 它是我们的亲子影厅 那就是啊 你可以带着小朋友 可以一起来看电影的地方 大家知道内围的围都是这么写吗 一个新一个锥 放大了 但是这是它的新的名字 它以前的名字啊 是围起来的围 就是围一个大圈圈的围 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字呢 因为这里的旧名叫做莱维曾 那以前啊 就是我们前面这条路 它现在的名字叫马卡道路 那是因为呢 我们有马卡道族 也是我们平埔族的一只 它曾经在这边生活过 所以呢 这条路才会叫马卡道路 那待会你们可以在后面 有一个历史展厅可以看得到 在这里 龙水里 是的 围殊中心在龙水里的这里 它很靠近光荣里 那在光荣里 我们在我们的鞋对面啊 就有一个民国50年就已经开始 在就是在这里的赛事场 那这菜市场是很久的菜市场 是内围菜市场 然后几乎蛮多高雄人都知道 这个菜市场是个黄温市场 然后他买东西又便宜又好 那所以蛮多人会来这边买菜哦 那我们很多的阿姨啊 他们会就是 差不多下午的时候会推着 就是买菜车 然后从这边坐轻轨 坐坐坐坐 然后来到 来到我们就是内围一束东西 逛一逛喝咖啡 在在拉着这个我们的 就是买菜车往菜市场的方向移动 昨天就有个阿姨告诉我说 我要去买羊肉了 放完艺术中先去黄温市场买菜 没错 哈喽 大家是不是走累了 都需要一张椅子坐下来呢 那我们今天来说说这张椅子 那来到我们的大厅的时候 你会看到哇 有很厉害的书哦 这些书怎么来的呢 是我们策展了特别的精选 艺术家的出版 不独立出版或是手工书 所以这里的书是限量的哦 那这些书虽然不贩卖 但是你可以把它拿下来 就是在这12张的 我们的世界名里上面 就是开始阅读 那我来特别介绍这张椅子 这张椅子呢 是我们的一个 就是在2010年 美国一个品牌 那这个品牌 它是跟可口可乐的合作 那为什么 它还有一个名称叫做海军椅 其实在海上面啊 它的天气非常的恶劣 加上它的气候 所以它没有办法 承受很多的就是材质的一个 就是损毁的状况会非常的严重 所以呢 当时候他们就研发这张海军椅 让它就是在海上面 就是可以 在家具的使用上会比较灵活 然后这张海军椅当时使用了 就是我们的回收材质 非常的环保 然后呢 他们还有跟可口可乐合作 所以下面这边 还有可口可乐的mark哦 在这里 可口可乐 对 要转咯 我先转一圈给你 OK 好 很好玩啊 是不是 你看这个画 有没有觉得好像还没画完呢 对啊 它还突出去 是的 这是跟我们小时候一样 我们画画永远不会在线条里面 这是我们小时候 对 这一区呢 是我们技术家林明洪的作品 它就是以场地为游乐场的概念 所以呢 例如说你这边可以看到我们小时候常常会做画的突出去的着色粉 这一幅呢 你们看到这个花色很熟悉 如果你小时候啊 就是跟阿嬷一起睡觉的话 你会发现棉被上就是这么可爱的花纹哦 有发现吗 有耶 这个卡通好复古哦 超复古的 对啊 就是它 右手边的也是哦 右手边这个吗 对 这个可能 我觉得在厨房的餐桌上会出现 阿嬷 就是那种塑胶布 没错 这个椅子 可以动耶 是的 这个是林明洪艺术家呢 他最常使用的花色 这是我们的客家花布的颜色 那也非常的台湾人的味道 那我们自己 这些椅子呢 他起基本上就是拼图的概念 就像我们小朋友 别忘了 这是一个游戏场 然后呢 小朋友最喜欢拼图了 对不对 那我们这是每一张椅子呢 都是一个拼图的一块 那白天的时候 他会被散落在各地 那晚上的时候他会被拼回去 而且啊 那我们还有拼拼操的活动 会邀请就是我们的瑜伽老师来 为大家一起使用这一个拼图 然后来做拼拼操 欢迎大家来参加 然后拼回去 这一块客家花布啊 其实是很多很多小椅子组合出来的 你看 一块一块是可以分开的 再组合回来 他就变成一张很漂亮的客家花布 这边很大的一个亮点是修复中心 他的修复中心 这边有一个玻璃帷幕 你可以透过这边看到里面的修复状况 今天简单的导览就到这里了 阿玛很喜欢那位艺术中心 也希望你能够有空来看看这个新的景点 你绝对不会失望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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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